香港爆發第五波疫情 令零售行業再受衝擊 包括二手書店 買書 收書 人流 社會環境 今次走訪的這兩間二手書店 在疫情下面對甚麼經營困難呢 今次第五波 很明顯一到六點 人流就慢慢少 到七點連帶著外賣進來的客人都沒有 有時由七點到晚上九點 可能一個客人都沒有 華民地區地方的遊客 例如台灣 新加坡 馬來西亞 甚至乎是國內 國內有很多人來看飯看書 專門來購買 其實真的少了書迷去旅行 但最慘的是現在不會旅行去 這些客人都流失了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都要上門去回收一些書 疫情嚴重的時候 其實就少了 因為可能他們都會怕 不知道會不會是 怕我們帶一些病毒上去 或者病菌上去 或者反過來 或者他都不知道自己有沒有 也都不想去到四周圍傳播 第五波疫情爆發的時候 Sam正在準備精神書局 在灣仔的新店 他說其實近年多了不少文青 喜歡來二手書店問書 同樣觀察到這個現象的 還有大埔解憂舊書店的老闆 Philis 其實初時疫情開始的時候 這些人不能外出 反而對我們來說是有利的 這些人不能去旅行 就多了時間可能會選擇看書 其實是多人買了書的 對我自己的書店來說 最大的影響就是 安心出行的時候 因為我在政府物業下 一定要用安心出行 安心出行一出了之後 我初半個月 是跌了七成的 譬如我 我都會網上賣書 他們可能叫我拿出門口 不進來 已經很疲勞 市民無論如何都好 我不想放負 辛苦都是要過 自己 大家都努力 在這一年左右 我知道其實我接觸 很多人真的會移民了 或者搬走了 公民無論如何都好 我希望最好就是 早一點安排到 我們去回收的書 讓書不要浪費 因為都曾經見過 有些報道就是 可能見到 堆填區有很多箱書 希望就是說 如果真的看到這個報道 也有什麼需要 都可以不妨找我們 或者其他二手書店 令書浪費了 浪費了 浪費了 浪費了是最可惜的 呼籲都是要看多些書 尤其是在這些時候 艱難的時候 其實是裝備自己 是很重要的 所以多讀書 非常重要的